歡迎來到我們的主廚好鍋飲 我是今天主廚李永婷 過年又要到了 為各位分享一道湯品 雖然很常見 但是完全跟別人不一樣的湯品 就是我們的團圓福菜湯 好 首先呢 將我們的蝦子 新鮮的蝦子 非常的新鮮 這個我剛剛從水煮箱抓出來的 好 然後 我心裡笑話很冷耶 欸 幹嘛這樣 冷笑話最近很流行 然後將我們的絞肉 這個也是新鮮的絞肉 少量的糖 香油 胡椒 沒有什麼撇步 加進來就對了 鹽 然後這個是料酒 如果家裡喜歡紹興 可以用紹興酒 比較像過年的味道 那或者是米酒也行 然後少量的麵粉 或者是太白粉 將這個水分抓牢 然後蓋上我們的蓋子 有沒有聽到 嗶一聲 這表示什麼 我們的安全法 被 啟動了 我們這樣就可以 非常的安全使用我們的機器 然後 打開我們的手動鍵 三個手動鍵檔 按下啟動就可以轉我們三個手動鍵檔 然後慢慢的將調理棒攪拌 把這個做一個翻滾的動作 我們的蝦薑就完成了 可以看一下 把它倒在我們大盆裡面 然後將我們的芋頭丁 像我用的是新鮮香菇 那如果讓它這個香菇味更重 可以用乾香菇 乾香菇丁 那我們待會用蒸的 用蒸的那個芋頭 比較會鬆 一般這個丸子都用煮的 煮的那個芋頭比較爛 那接著我們來做蝦丸 我們將那個一個盆子裡 一個碗 裝一點水 待會做蝦丸 比較不會沾黏 然後把它搓成球 放在我們的蒸濃度上面 待會就可以用蒸的方式 邊煮湯邊蒸丸子 非常非常快 待會就可以放到我們鍋裡面蒸了 好這時候將我們的火打開 很簡單的一個方式就是 往裡面丟就對了 將我們的雞腿 這個新鮮雞腿 你說是用冷水嗎 用冷水 冷水這個味道會比較融入在湯裡面 然後彩頭 好彩頭 白蘿蔔 胡蘿蔔 然後我們的福菜 這福菜要用熱水穿過 讓它那個苦味去一點掉 要不然吃起來湯會比較苦一點 有沒有很簡單 直接就是往裡面投入就對了 這個時候加一點鹽進來 還有一點胡椒 然後將我們的剛剛的蝦丸蓋上來 煮到它水滾 這個我們等它 20分鐘它熟了就可以了 那我們已經煮了15分鐘左右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裡面的肉丸 哇 如果喜歡吃蛤蜊啊 或者是蝦子 或者是魚啊 這個時候也可以把它放進來 蒸了 它這個鮮美湯汁就會滴到我們的 底下的湯裡面 又鮮又甜 然後可以吃上面的那個新鮮食材 非常棒 好 那我們蛤蜊蒸3-5分鐘就好囉 我們來看 都開了 哇 心也打開了 蛤蜊夾出來 蛤蜊夾出來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蛤蜊夾出來 是因為這個蛤蜊已經熟了 放到鍋裡會老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這樣放在盤裡面可以直接吃 乾蒸蛤蜊 接下來把我們蒸籠拿起來 湯做基本的最後一個調味 將我們的胡椒放進來 少許的鹽 還有糖 然後最後香油點綴 露完再放回鍋裡 好 那我們的團圓福菜湯 就完成了